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宏观经济形势仍然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公司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行情 很多投资者都在实体上 由机油价开始回落的 地产报告显示 很多地产企业的资金面 已经相当多 在中三角地区 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CTV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当中 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今天我们来关注强制拆迁的话题 在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先来看这样一段 惊心动魄的拆迁场面 这名站在楼顶上的女士名叫潘容 发生在前面片子所记录的那一场冲突之前 潘容的家是一幢建筑面积480平米的四层小楼 位于上海市敏航区 潘容和丈夫张其龙都出生在这个区的乡镇 上世纪90年代 夫妇二人到新西兰留学 之后又取得了新西兰的国籍 2004年 夫妇二人回国 把属于张其龙父亲的一所农村住宅翻盖一新 张其龙也开始回到国内工作 然而2008年潘容接到的一纸 虹桥机场交通枢纽的拆迁裁决 打破了他们一家平静的生活 上海机场集团要兴建机场的交通枢纽工程 而潘容的这栋小楼正好位于这一工程项目的范围之内 因此潘容一家必须在期限之内搬离原先的住所 房屋将做拆除 作为房屋被拆迁的补偿 潘容获得每平米761元的房屋重置补贴 以及1480元的土地补偿 计算下来 潘容的拆迁补偿是67.3万元 我就去跟邓先祖说了 我说你那个价格评估出来 67万那样我给你70万 你就给我买一个跟我差不多屋矿的 如果跟我一模一样的 那我就为难你了 就跟我差不多情况的这个房子 你给我去买一个 他说这不可能的 潘容所在的敏航区 是上海市最大的行政区 临近红桥机场 在住宅市场上 它属于上海市的四类地区 类似的房屋在市场上的交易价格 早已经高达每平米15000多元 潘容的住宅虽然不是商品房 但是这套小楼 仅仅靠一层二层向外出租 就能获得每月4000元的租金 潘容用常识来衡量 也觉得这个补偿价格 显然不符合